通向终极自由之路的圣多纳释放法 它可以帮助我们彻底释放 想要认可 想要控制 想要安全的 这三大欲望 帮助我们最终看到生命的真相 也许在你尝试改变的人生过程当中 遭遇到过下面的这三种状况 你尝试了种种方法 花了很多精力 时间和金钱 但是任何改变都没有发生 又或许 你尝试了种种方法 花了很多精力 时间和金钱 有些事 慢慢地变好了 但是效果 并没有持续 又或者 当有一种情况好转 就会有另一种情况 开始变得更加糟糕 第三种情况 可能你真的得到了某些成果 却惊觉 这些与你原本的期待并不一样 它并没有改变你的人生 你也没有因为得到这个成果 而变得更快乐 你会遭遇这些状况的原因 是因为在种种方法当中 最重要的步骤 一直都显为人知 能够辨别关键的人 那更是少知又少 即便知道问题之所在 也无法正确运用方法 去产生效果 因为大家一直以为是的东西 并不一定是真的 只要掌握正确的方法 其实前面说的这些问题 统统都能够迎刃而解 只要一套简单到不行的方法 就可以彻底改变你的人生 一切的来龙去脉 我们必须要从一位传奇式的人物 莱斯特·莱文生先生谈起 他是一位成功人士 不论是读书经商 都无往不利 非常有钱 过着上流社会的生活 拥有着所有成功人士 应该拥有的一切 但是他却非常非常的不快乐 42岁那一年 莱斯特遭受了人生最大的考验 生患多种疾病 肺气肿 圣结石 胃亏羊 等等等等 当然最要命的 是第二次心肌梗塞的突发 医生已经放弃了对他的救治 而且给他的消息是 随时都有可能死去 即便他可以侥幸地活下来 那后半生也将是永远都与轮椅为伴 于是他被送回到自己的豪宅里等死 但是 莱斯特是一个生性喜欢挑战的人 在面临如此巨大的打击和恐惧的面前 他没有选择放弃 而是决定 向自己的内心去寻找答案 强烈的渴望以及精神的高度集中 使他超越了个人有限的思维和认知 并发现了终极的个人提升和成长的方法 释放自己内在的限制 他为自己的发现 而兴奋不已 并持续高频率地使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这让他完全扭转了自己的身体状况 他不但没有死于心脏病 还完全恢复了健康 并且进入了所谓开悟的状态 之后 他就一直生活在自由与平静当中 现在 他将接下来的人生 投注在将他的觉悟传递给 也在寻求同样答案与境界的人们 由于他认为没有人会需要老师 也不应该认为自己一定要依靠哪一位或哪一些老师 因此 他将自己的历程 具体与系统化 最后形成了一套 每个人 自己都可以照着去操演 就同样可以达到那样境界的方法 这个方法 名字就叫做 圣多纳 释方法 你准备好了吗 改变人生的关键 就在眼前 下面 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 圣多纳释放法的黄金六步骤 黄金六步骤 是整个释放课程的精华和总结 1974年 莱斯特先生开始组织释放方法指导师培训 目的是通过众人的力量 将释放方法整理为人人可用的系统课程 基于此 莱斯特先生希望对整个课程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之后灵感出现 他便写下了这六个步骤 至此便流传了下来 而且从未改动过 这六个步骤是 第一 允许你自己对于自由 平静 纯粹目标的向往 大于对于安全 认同 控制欲望的向往 第二 下定决心 并相信自己可以通过释放方法 获得自由与平和 同时实现自己的任意目标 第三 将你所有的内在感觉 区分为三种欲望 想要获得认同 想要控制 想要获得安全 然后 释放这些欲望 第四 随时随地 持续不断地释放 想要控制 想要认同 想要安全 第五 如果遇到停滞状态 就要释放 想要改变的感觉 第六 每经过一次释放 都可以让你更加轻松 更加快乐 更加自由 与更加高效 经过持续不断地释放 它们就会 成为你人生的常态 当你觉醒之后 你不一定就会自动变成一位导师 大师 大师 或者积极 想把自己发现的一切 交给别人的人 其实 恰恰相反 你处在真正的喜悦之中 你唯一想要的 只是停留在那个状态而已 如果要去教导别人 你就得要把自己降到 跟他们一样的层次 才能顺利地去完成教导 来斯特就是这样隐居起来 享受那种真正的喜悦 直到很多很多年之后 才决定要开始教导别人 大多数人觉醒之后 会宁可当个隐形人 也不会去想当一个导师 所以 其实应该有很多人 都会透过来斯特的方法 达到解脱 只是 我们不会知道而已 在03年的时候 曾经有一位先生 他就透过了 圣多纳释放法 达到了解脱 自在的境界 他是一位英国人 名字叫金巴赫西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他在解脱之后 写给朋友的一封信 我想跟你分享一些 发生在我身上的事 鼓励你们继续做释放 以达到解脱自在的境界 心智 心智静置下来了 你可能会说 那又怎样 让我解释一下 那样就 不再有担心 怀疑 自责等等 只剩下令人愉悦的平静 不论发生什么 都保持深度的 静息 不管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 都维持在那种平静 安详的状态当中 一种纯然的存在状态 心智不再能影响到我 它来来去去 但我知道它永远无法再对我产生任何影响 小我 也在来来去去 而那也没有关系 我处在深沉的平静当中 就像在深度的睡眠当中一样 那是如此的美好 如此的平静 这一切 真的得要亲身经历过 才能知道 看到有形世界的真貌 一场梦境 或者说是一场戏 戏剧 继续演出 而我 只是观赏 就像坐在电影院里一样 每一件事 都很OK 没有必要 去改变任何事 因为 一切 都以它最应该的方式 呈现着 一切 都很完美 一开始 把每个人都看作是自己的一部分 世界上没有别人 而且自始至终都没有别人 从头到尾都只有一个 而我们 而我们 就是那个一 不再有任何的二元对立 没有任何一件事发生过 而一切 都正在发生 产生一种 产生一种 回来 继续这场游戏的意识 不过 这次 纯粹只是为了好玩 我什么都不做 我也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事 唯有存在 莱斯特 以及古往今来 每一位大师都一直陪着我们 每分每秒都在 我们只需要呼唤他们 我们只需要呼唤他们 现在一切仅仅只剩下平静 事情 也许还会发生 也许不会发生 但都与我无关 也跟我息息相关 我会鼓励你们每个 拥有这个方法的人 持续去做释放 我们总是 开始做一阵子 然后停下来 再开始做一阵子 再停下来 再停下来 又开始做一阵子 又停下来 没完没了 会这样的原因 是没有做出决定 只要做出决定 就能开始累积做释放的动能 而释放这件事 就会越来越简单 最大的问题是 你其实并不真正想要解脱自在 你也许喜欢聊 喜欢思考 关于解脱自在的事 但是说真的 你并不是真正想要得到它 如果你真的想要得到它的话 那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 事实是 你宁可继续沉浸在悲惨当中 你太过热爱 自己编出的各种各样的故事 还有痛苦了 好好地解释一下自己的内在 自己去看一看 是不是这样 去看清楚 你的心智里 到底都是些什么 不要再像傻瓜一样 把自己跟垃圾 当作是一体 让它去讲它的故事 那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将体验到的平静 与内在的释放 难以用文字来形容 那是一种永续的平静 有形世界 还是会有各种状况 与戏剧发生 但那平静 永远都在 我想请求你们继续做释放 在这个过程中 多爱自己一点 对自己温柔一点 你们跟我 是一样的 没有任何差别 我跟你们分享这些 是为了鼓励你们 继续走到底 一次 从此终结一切苦难 多复习六步骤 里面包含你需要知道的一切 所以 他们就像一张通往解脱自在的地图 而且能让你走在正确的路径上 你在知识层面需要知道的一切 都包含在六步骤之中 务必先确定达到第一步 也就是你想要解脱自在的程度 必须要高于你想要这个有形世界的程度 如果能做到第一步 那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 请务必确定有符合第一步 第二步是做出要解脱自在的决定 要解脱自在只需要一个决定而已 身为一个无穷存在 你当然可以在任何时候 决定要丢弃这一切 少说话 试着安静下来 并保持继续安静 在每一次你想要开口的时候 要看到自己的想要被认可 想要控制 与想要安全 并把它们释放掉 少看电视 少听收音机 甚至不用再去读报纸 而要看到自己 想借用那些方式逃避 并且要立即做释放 要尽可能的减少一些食物 我们常会用吃东西来压抑转移自己的感受 要尽可能的 要尽可能的解除药物和酒精 因为那也是我们 常常常拿来压抑自己感受的东西 圣多纳释放法的第四步 是持续做释放 而对我而言 这一步是关键 试着 让你百分之五十以上醒着的时间 都在做释放 这表示 你花在 当你的本我的时间 会比你花在 不当本我的时间 更长 如果你这么做 心智就会脱落 如果你这么做 你就会开始发现 活在自己脑子里 是件很奇怪的事 而你也会越来越长久的 停留在本我当中 要记得 你本来就已经是完全自由的 只要你发现 自己有认为自己 还没解脱自在的想法 请放手 让他离开 要记得 那不过 就是一个想法而已 希望 这些来自 莱斯特 来自以为 已经一路走到底 而也达到 解脱自在境界的人的文字 等对你继续做释放 可以带来 一份鼓舞 还一份力量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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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